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一系列我们透过路加福音 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先锋 他的pioneer 这一位被称为是神先锋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父亲和母亲 圣经上是这样讲 他的父亲是祭司叫做撒加利亚 他的母亲叫以利沙伯 也是祭司的家族 他们都是被拣选出来的 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 而这两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他们的 他说他们二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 礼仪没有可指责的 这里讲到说他们两个人都是义人 不是说他们没有罪 因为圣经上讲说世人都犯了罪 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那所以他们讲的不是在上帝眼中 那个毫无瑕疵的那个罪 而是在律法面前 他们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 律法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律法上的规定 他们认真的去做 而且是毫无指责 意思就是说 他们很认真的去遵行 神对他们的那个要求 期待那个律法的规定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呢 有的时候做 有的时候不做 有的时候遵行 有的时候不遵行 人的面前这样做 背后呢就算了 他不是 他们是认真的 是无可指责的 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两个人这么特别 他们被拣选成为 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人 叫做施洗约翰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被摆在这个家族当中 施洗约翰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以至于他可以成为神手中 神所重用的 神为他挑了一个这样的家庭 这个家庭为什么被厌重 这一对夫妻为什么被厌重 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心 他们要 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 而不是 哎呀反正大家都做不到 有什么关系呢 无所谓了 哎呀现在都到什么时刻了 孩子 不 他们是认证别人怎么想 那个世代并不好啊 那个世代很多人是离神渐行渐远 可是这一对夫妻却持守在神的面前 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认真持守在神面前的人 求主施恩 圣经里面有一个也被神用的人 这个人叫做参孙 参孙力大无穷 很有能力 哇一个人可以把一千个人打开 他这个力能霸山 非常的有能力 但是呢 他可以持续被神用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一直告诉自己 我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胜不过情欲的问题 我这个人就是跟女人搞不清楚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性的诱惑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 参孙不是到大力拉的时候才出世 他一路走来 在世事记里面看到 他一路走来 在情的事上 在跟女人的关系里面 这种婚外的这些性关系 这些 他一直都是这样 他一方面被神大大的使用 一方面他容让自己一直活在罪中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 如果你渴望神真的使用你 并且可以持续地使用你 不要容让自己与罪和平共存 要学习像撒加利亚跟以利撒伯 即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 但是我不失了那个我要的心 奉主的名祝福你 主大大的使用你 若是你肯有一个靠神 要胜过我的软弱的心 上帝祝福你